好,所以这样子做了以后呢 我就怎么样子呢 我就真的从样本里面 不是,从我的族群里面取了一个样 这个第四步了以后 第五步我就怎么样呢 从族群里面取一个样本出来 我就真的去取一个样品 我就random的取了一个样品 然后计算它的statistic 计算这个样本的statistic 譬如说我们刚刚讲的以平均值来看 我们当然就计算样本的平均值 x bar 然后就要来看 那么这个x bar 假若它是从你声称的 那个null hypothesis的那个mU来的 mU的 它的平均值就是从m0的时候 那这个x bar在这个平均值等于m0 这样子族群里面 发生的几率是在大的那个地方 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 还是发生的几率很小的地方 所以我要拒绝它呢 这样了解吗 所以我就真的去取了一个x bar来 那这个x bar在这一个族群的平均值等于m0 m0就是你提出来的那个null hypothesis 这个m0的话 假如它是从这一个族群出来的的话 那这个x bar是在这里的 整个分布的是这个位置 还是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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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这个位置呢 那你就把x bar算出来了以后 那你怎么知道这个x bar 在这一个族群里面 是在发生的几率比较大的地方 还是比较小的地方呢 就把这个x bar转换成z 所以呢 x bar了以后呢 我就把它转换成为z 那我怎么办 x bar减掉 它假如是从平均值等于m0的那个族群来了 我就减掉m0 对不对 好 图上x bar的standard deviation标准偏差 这样子 所以我就把这个x bar的值 看看它在z distribution的哪个地方 看看这里的话就掉到变成是这个值 这里的话就变成这个值了 这里的话就变成这个值了 这里的话就变成这个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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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样子你就很方便的 就可以去看说 好 我这个x bar转换成z了以后 这个statistic再转换成为z x bar变成z 这样可以吗 这是第六步 然后转换成z的时候 然后你就来比较看看 看看它掉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接受neur hypothesis的范围 还是拒绝的范围呢 然后我要来下结论呢 这样懂不懂 然后所以接下来我就要看看说 我这一个到底掉在那里的几率比较大的地方还是比较小的地方呢 那我就要来下结论 我下的结论是怎么样子呢 假如我这个x bar转换成z以后 掉在我的接受的范围的时候 我就怎么样 掉在z 假如是在region of acceptance 里面 我就怎么样 我就接受的h0 是不是 我就接受他h0是说什么 我就下结论说 我的族群的平均值就是他 然后呢 我后面呢 会讲一个说 我有可能 我会犯了type 2 arrow type 2 arrow 我等一下告诉你 刚刚有讲的一个叫type 1 arrow 对不对 那什么叫做type 2 arrow 等一下告诉你 那么这是一个 那假如呢 我的z 是在怎么样 在critical region里面 就是我出来的x bar转换成z以后 我掉到这个critical region了 那我怎么办 我就呢 拒绝了h0 我就接受了 我拒绝一个 所以我一定要接受任何其他的东西 不是两手空空的拒绝h0 接受ha 然后我就声称 我的ha是什么 我就接受它是什么 比如说μ就是不等于μ0 或者是μ大于μ0等等之类 然后这个时候我要说怎么样 我有可能 有可能 要告诉人家 有可能并不一定会犯的 有可能有小于阿环的几率 犯type 1 arrow 什么叫type 1 arrow 它即使是真的的话 但是呢 也有可能我做错事了的意思 那我做错事的时候 我下了这样的结论 的错误的几率很小 小到多小呢 我的阿环是多少 就是多少 这样知道吗 要告诉人家说 这样的结论 有可能是错的 那错的的话 假如是我拒绝了h0 接受ha的时候 它错的几率是很小的 小到多小 就是比我的阿环还要小 就是在我的阿环 最多只到我的阿环而已 5%或1% 看你的阿环是怎么样设定的 最多错误的几率 最大就大到这么多而已 这样知道吗 这是type 1 arrow 我把它拒绝了h0 接受ha的话 就是只有这样子 那我现在要跟你谈一下 什么叫type 2 arrow 什么叫type 1 arrow 刚刚讲过了 那什么叫type 2 arrow 你想想看 你把它接受了 譬如说你掉到这里 或是掉到这里 譬如说掉到这里 这边得出来的是多少 假设这边得出来的是6.5 然后翻过来是这里 是在接受的范围 它说这个甜度是8.5 它是你测出来的 那个样本的甜度 平均只有6.5 那不是落在这个 激率很小的5%之内 那然后是在6.5 转换能力在这 它你就接受了它是8.5 有没有可能阿贝亚是骗你的 还是有可能 很可能阿贝亚声称的是一个假的 他还是骗你的 然后呢 但是你过出来发生在 这个整个族群是8.5的 里面的几率不是非常小啊 然后你就接受了它 那你有没有可能犯错 有可能犯错 这种错叫做什么 type 2L 叫做第二类错误 所以呢 有第一类错误 有1就有2 就是这样来的 第一类错误是什么 那个声称是对的 你把它最后的决定 你把它拒绝掉 这样叫做犯了错误 对不对 它假如是对的话 你应该接受它 但是你把它拒绝掉 你是不是犯了错 这样的错叫做第一类错误 那什么叫第二类错误 它假如声称是错的的话 那你应该要把它拒绝啊 结果呢 你下个结论就把它接受了 那你有没有犯错 有犯错 这样叫做什么错 第二类错误 我把它整理一下 这个是针对谁来看的 提出来的H0 H0是一个educated guess 对不对 提出来的H0是真的 是true还是假的 它有可能提出来的H0是真的 也有可能提出来是假的 但是只有谁知道 上帝知道 上帝知道 我们通通都必知道 对不对 但是只有上帝知道的话 在你的逻辑里面要存在的 就是说 当提出来一个H0的时候 它有可能是真的 有可能是假的 好 它提出来 譬如说U等于8.5 这个有可能是真的 有可能是假的 好不好 它提出来了 然后呢 你最后从我们的样本里面 然后经过了我们的计算 到最后的结果 我们最后为什么下结论 对不对 我们的结论 或者是呢 我们的行动 或是我们所采取的行动 我们的action 我们的行动是什么 有可能是接受 或者是拒绝 接受或拒绝这个H0 我们只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就是把它接受起来 一个就把它拒绝掉 到最后的结论 只有这两个可以做 对不对 这是人做的 这是我们做的 这个是在观念里面 假如上帝半夜托梦告诉你的时候 你才知道的 把它放在那里 但是你会看到是什么 好 假设上帝告诉你了 说这是True的的话 你其实应该做的是什么 是把它接受起来 你假如你做的动作 正好是把它接受起来 你就怎么样 做对的事情 对不对 是OK的 我做对了 他是对 他提出来是真的 那我测试了以后 做下的结论 我把它接受起来 那我没有犯错 对不对 那假如他是真的的一个东西 我把它拒绝了呢 怎么样 我犯了错 他真的我应该要接受 但是我为什么下的结论是拒绝呢 是我们刚刚讲的 哦他的 他样本出来的 发生在这样的一个族群里面的机遇太小了 那我就感冒一点危险把它拒绝掉 这叫什么 T1 error 我犯错了 我叫T1 error 那假如上帝告诉你说 他提出来的是错的 他错的呢 我做的动作也只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是把它接受 一个是把它拒绝 他假如是错的 我最后做出来的结果 我把它拒绝 我怎么样 做得好 对不对 哦 很好啊 他是错的我把它拒绝掉 很好 但是呢 我错的我把它接受了 我是不是犯的错 他是错的你应该拒绝掉 你为什么把它接受起来呢 我犯的错 这个 error 叫什么 第二类错误 这样子 好 所以呢 再用另外一个眼光来看 这个是只有上帝才知道的 对不对 上帝才知道说 你提出来的这个是true还是false 是不是 那人会做的是什么 是这样子而已 这是人做的动作 好 好 所以你回来看 人会做的动作呢 假如我最后的动作是 我接受了一个null hypothesis 我会告诉人家说什么 我做了这个动作 我有可能会犯了这个错误 是这样看 当我接受的时候 我有没有可能犯tip1 error 不可能 我只会犯了一个错误叫tip2 error 那当我拒绝了一个null hypothesis的时候呢 我怎么样 我拒绝了他 然后呢 我怎么样子 我只有可能犯tip1 error而已 我会不会犯tip2 error 不会 所以呢 人所会做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这些科学家 会做的是什么呢 是怎么样 只有两个最后的动作 一个是接受了null hypothesis 一个是拒绝了null hypothesis 不管是接受或拒绝 都有可能犯错 假如我接受的时候 我只会犯tip2 error 假如我拒绝的话 我只会犯tip1 error 但是我也有可能做对事了 那当你在告诉人家说 我做了这样的决定的时候 你要让人家知道 我这个决定是有可能有犯错的 那假如我是犯tip1 error的时候 我怎么样 我比较有把握 为什么 这个tip1 error的几率很小 是我们自己设定的 顶多只有什么 5%的几率或1%的几率犯错而已 对不对 这个几率很小 所以当我们做这个 出来了这个结论的时候 我们通常比较有信心 因为tip1 error的几率很小 就是我们自己设定的这个r 那tip2 error的几率有多大呢 我们把tip2 error的几率 看作是什么beta 那我下面要告诉你 tip2 error的几率 其实我们不知道有多大 我们不知道有多大 这个beta有多大 不知道 所以呢 其实做了这样的结论的时候呢 我们比较没有信心 因为不知道beta有多大 但是呢 既然我们是学统计的 我就要告诉你 虽然我们不知道beta有多大 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 什么样的状况 会让这个beta大起来 什么样的状况 让这个beta小下来 那我们在整个的实验的过程 要怎么样想办法让这个beta 虽然我不知道它有多大 但是想办法让这个beta小下来 这样子 所以下面我要解释 什么叫做beta 或tip2 error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喔 我会叫你们出来做 出来看看 什么叫做beta 好 要出来解释一下 找一找beta在哪里 所以beta的意思是什么 一个no hypothesis是假的 然后我把它接受的几率 叫做是beta 所以那个beta有多大呢 请你画给我看的意思 那好 所以我们现在要看的是什么东西呢 这样子 这是我们的z 对不对 我们刚刚讲过 假如假设我们用α是0.05 两个尾巴的 这个alternative hypothesis的话 这边的时候我们会拒绝 这是拒绝的 然后z掉到这里来 我们会接受 对不对 好 那变成s part的时候呢 转回去的时候 是这样 这个0就是我这边的μ0 对不对 就是我的这边的μ0 那我要问你说 这是我的no hypothesis 对不对 μ等μ0的 我所提出来的 你说我要测验的这个 我的x part 是从这里出来的 μ0 μ等μ0 对不对 那我这边 假设我们刚刚的这边 是1.96 这个是-1.96 对不对 两边是加起来是0.05的 alpha是0.05 两个尾巴的时候是1.96 那这个x part是多少 这里 这个值是多少 倒回去 我从这里到这里是z 对不对 是什么 是不是这样子 那我这一点是多少 1.96这一点 换到这里来是多少 是多少 会不会回去 我z是1.96的时候 我把z带进来1.96 等于x part -μ0 除以根号n分之σ 然后我把x part解出来 对不对 我解这个x part 所以我的x part就变成什么 μ0加上1.96 乘上根号n分之σ 是不是这样子 对吗 所以这一点是说 是μ0加这个 这个距离叫1.96 乘根号n分之σ 所以这一点叫做 μ0加1.96 乘上根号n分之σ 这个距离叫1.96 乘上根号n分之σ 这个距离叫1.96 乘上根号n分之σ 那我的x part要落到 这边的范围的时候 我就拒绝了这个μ0 对不对 那我们刚刚说 什么是tapuero 他所提出来的这个是假的 所以这个是错的 这是假的 那是假的一定有一个真的在那裡 对不对 假如上帝告诉你说 真的是在多少呢 好那我们找出来 那个真的假设真的在这里 这是真的 真的μ在这里 真的值 真的平均值在这里 那我就问你 这个是只有上帝才知道的 但是在你的观念里面 应该要有的了 好假设真的 真的是在这里 这一个是true的族群 就丰富在这里 请问你β在哪里 β有多大 β是什么 把假的接受为 接受起来的几率 那我现在已经set出来了 我在这个范围我就 我就接受 对不对 这个范围我就接受 对不对 这边我就接受 接受 接受了一个假的 那这个范围我就拒绝 那请问 你们 我接受了我就犯错 对不对 那那个犯错的几率有多大 那几率就是在 在那个分布的曲线下的面积嘛 所以你可以画得出来 β的几率有多大 来 来 来 同学们 有谁要来画 有讲证的 这个上过课的同学不算 非答在哪里 有多大 错了以后 你看到正确的答案以后 你就会印象很鲜明很深刻 来请 很好 我们给他拍拍手 不管他弄的对来是错 这个参与的热忱 跟勇气就值得鼓励的 好 谢谢你 好 请坐 还有机会 这样不对 好 不过是一个好的尝试 好 还有没有人 一定有人有别的想法的 来 这样是不对的 来 再来 然后把他擦掉 这样不对 所以想要跟他一样的想法的时候 就赶快说 欸 擦掉擦掉 不对 好来 上来 不要客气 好 谢谢 这样也不对 好 我们还有机会 这样很正常 我告诉你 但是表示说这些同学有在用脑筋 好 请过来 好 谢谢 好 假的不存在 假的distribution是不存在的 真的才存在 对不对 好 好 好来 新语 对不对 好来 对不对 你画出来 你画出来 画出来 噢 界限 我不对 好 请坐 假的 这个是假的啊 假的是不存在啊 不是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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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解释一下 好 好 好 你要不要解释一下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你要解释啊 因为你正好弄对了 所以要解释一下 表示说你是你是对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怎么办 因为说落在那里的区域啊 就被捕烂的区域 被什么的区域 被捕弄的区域 捕弄的区域 捕弄的区域 对对对对 就是因为就是就是 这是上帝才知道的 嗯 然后就是他要骗你的 嗯 他要骗你的 对 所以要怎么讲 落在被骗你的 要怎么讲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来你转过头来 面对你们班上同学 啊 等一下 等一下 不要太胖 来 他讲的 你们听得懂的人 举手 他讲的啊 我觉得他讲的是 是对的 只是 好像 没有表达的很好 你听得懂啊 他听得懂 有人听得懂 谁 你听得懂 我需要 知道什么意思 好 请你补充一下 你补充一下 他讲的是对的 你的 你的战友出来了 对啊 就是 这个是 你真正那一部分 嗯 所以你选的时候 只会选到这一部分 你不会选到假 因为假的是没有 所以呢 所以 然后你这边 会排除掉 因为那边是 就是 你这边会排 1.96的部分 排除掉 你会选他 然后你只会选到就是 这边都不会选 因为这是假的 没有东西 所以你只会选到 这边 这一部分 听得懂吗 然后 他也讲对了 他也讲对了 你们两个人 都给你们加分回去 好了 我补充好了 为什么他们讲的是对的 我们用的这个假的 来设定 那个接受或拒绝的范围 对不对 假如我的X bar 掉在这个范围的时候 掉到这个范围里面来的时候 我的X bar掉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接受了这个 对不对 那这样我就犯了错误 我就做错事 对不对 我这个范围 只要我X bar掉到这个范围 我就接受了这个 然后我就做错了 我接受了我就做错事了 那在这个范围里面的几率有多大 几率有多大 是要真的那个族群的分布才是 真的那个族群的分布在哪里 在这里 这个其实是我画没有画完 这个脚要这样这样来的时候 那所以是怎么样 是哪个范围呢 是我接受的范围 从这里 这边已经又不算了 从这里 在这个绿色的 才是它真正存在的几率 这里面 这里面是我接受的范围 我做错事 它在这个范围的X bar 它其实是这样子的分布 这个才是真的存在的 它分布的在那里 这样知道吗 它真正的分布在这里 这个是虚幻的 那没有啊 它真的分布在这里 所以犯错的几率在这里 Beta 我有这么大的几率 是Beta 它2L的几率有这么大 有没有心服口服 听懂了没有 你听懂了没有 为什么我后面一直提醒你说 假的是虚幻的不存在 只有真的才是存在的啊 只有真的 它真正的分布在这里啊 那我们为什么会接受它 我们只是按照我们的这个规局 规则来设定说 什么X bar的接受范围 或拒绝的范围啊 对不对 那接受的范围在这里 那接受的范围在真正的族群里面 分布的几率有多大 分布的几率有多大 就做错了事情的几率有多大 这样知道了吗 这就是我们的tot to arrow 的几率有这么大 好 所以呢 我们要把它继续看了 我们说那tot arrow 我们根本不知道真的族群在哪里啊 对不对 上帝没有托分给你 我们根本不知道真的族群有在哪里 所以这个观念上是这样子的 那怎么会影响tot arrow的几率呢 β的大小呢 怎么会影响β的大小 第一个 我提出来的μ0 与真正的μ的距离 我提出来的这一个μ0呢 跟真正的μ的距离有多大 假如我提出来的东西跟我真正的μ是很相近的 假如很相近的话 你觉得这个β会大起来还是会小下来 假如我提出来的μ0跟真正的μ很相近的时候 这个这样写好了 这样比较相近的程度有多少 跟它非常相近的时候β会怎么样子 β会增加还是减少 所以怎么样 就两个选择 我一直让我们做选择题的样子 可以找到怎么样 假如我这个提出来的这个跟这个很相近 好来怎么样 把它这样移过来 来我们画一个 假这是我们提出来的 这是我们真的 真的在那边不会动对不对 假如有另外一个人提出来是这样 跟他相近一点 他提出来是这样 你觉得非常会大还是小 有人讲大有人讲小自己 自己对着自己讲一下 要大的人举手 是为大的人举手 是为小的人举手 有大有小 自己知道自己觉得大还是小 要大才对 他因为进来嘛 然后是用的这个假的 这是假的喔 你提出来的 用这个来设定嘛 比如说这一个的话 现在只看橘色的 我设定范围要接受 然后接受的范围在哪里 这个范围要接受 对不对 可以 在这个范围之内的绿的面积有多少 把这个 是不是变这么大了 这个我都接受啊 在这里 一直到哪里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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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到这里 对不对 在这个范围我都接受说 他是这个muling 所以我做错事了 这个范围有那么大 所以越相近的的时候 我提出来的东西 跟我真正的东西 越相近的时候 我犯错的机率越大 那我们讲白话一点好了 白话一点 就是什么 假如这个假的跟真的很像的的时候 你把假的当真的 来接受的机率是不是很高 就这样子而已啊 那是什么 你想想看 现在有两个双生的女孩子 讲谁啊 女孩子 两个长得很像啊 然后呢 譬如说你跟了 有个男生跟双生的女孩子里面的一个结婚呢 他 他结婚的是姐姐 他把这个妹妹 有的时候 这个猛男一看 以为这个妹妹是他太太的机率高不高 很高嘛 这两个很像的的时候 你把假的当真的机率是不是大起来了 这个就是贝塔 这个就是贝塔啊 把假的当真的来接受的机率 就这样而已 讲白话就这样而已 所以呢 你提出来的这个 muling跟这个mul月相近的时候 他贝塔就大起来了 谢谢大家